再來的話,如果我希望把剛剛做的動作看能不能一鍵完成 一鍵完成前面講過,要不就是一個簡單的方法 我可以錄製,假設你不會寫程式的話,至少你會錄製吧 最後可以一鍵按下去,自動全部完成 按清除,把它清掉,問卷調查就自動完成 當然,至少我們前面講過,你如果不會寫程式,至少你會錄製吧 那要怎麼錄製,首先的話,第一個一樣的動作 我們先把問卷調查、瓜胡二,複製一個 按Ctrl鍵拖拉,然後我是把它改名稱叫聚集 當然將來,如果你會寫的話,最好你寫VBA 因為VBA其實也沒幾行,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直接,這個地方就是問卷調查 不是聚集,而是自己寫一個VBA程式 那只是說VBA程式的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它會需要除了列之外,還需要藍 藍跟列要怎麼去敘述 可以讓它自動把公式丟到儲存格裡面去 那清除的話比較簡單,清除的話其實寫一個range就可以了 怎麼寫呢,當然如果不會的話,你可以用Root Root的部分的話很簡單 其實第一個當然,我們就是demo給各位看 最後把那個剛剛的動作,如果要一氣呵成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怎麼樣,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用Root總會吧 那錄製的話,當然第一個,你可以錄製去 我前面講過了,你可以先彩排一下 你在錄製之前,我建議是彩排 彩排的話,可能有一些原理原則 第一個的話,藍寬太寬對不對 我覺得,我是建議你可以先把它縮短一點點 就是稍微把它弄窄一點 不然的話,你將來你要執行 你會發現很麻煩 所以先把藍寬稍微弄窄一點點沒關係 反正可以看到資料就OK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一樣,你要先知道說 因為錄製的話一定要知道郵標從哪邊開始 你不能直接就郵標放這裡 不行,你郵標一定要先放在外面 然後先點一下 一郵標放在哪裡 放在B2儲存格 二的話,在這邊上面打勾 點一下打勾 為什麼呢? 因為要把公式輸入進去 然後輸入進去之後,再向右 拉的話,應該拉到歐欄就好 因為不能當到P P好像沒有,拉到歐欄 然後再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好,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錄製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動作 不要多也不要少 反正就越精確越好 不然的話,錄製劇集 它也會把你多餘的動作 轉換成程式 那就錯了 OK,所以剛剛的動作 我再做一郵標放這邊 二上面點一下打勾 三向右到歐停下來放開 向下的話不用再拉 因為你如果向下的話你要拉很久 而且如果你向下的話 你用拖拉的你比如拉到固定150列 它下一次就到150列 可是如果你用空點點兩下的話 假設你未來增加或減少 它會自動追蹤 所以差別在這裡 我是建議你可以在空點上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那把它錄下來之後 最後的話建議各位可以在這個錄製好的結果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這個錄製好了 假設我是把它放在Visual Basic裡面的模組 所以錄下來的程式一定會幫你放在所謂的模組裡面 那字太小的話可以工具選項 鑽寫風格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至少12號 12號好像太小 工具選項 大概鑽寫風格我大概把它改成14 OK 那你可以看到 本來上面是沒有註解的 不過我就是再把註解加上去 所以剛剛我游標什麼 游標先放在B2儲存格 它會幫我錄下一行程式叫RangeB2.slater 然後呢 輸入公式 游標放在那個上面資料編輯列 它就會幫我把什麼 把那個公式錄在這邊 那你打勾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有這個公式 再來的話 向下填滿實際上 就針對那個範圍做AutoFill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 填滿公式 然後再來AutoFill 然後向右填滿是這個 向右填滿是RangeB2到O2.slater 其實都向右填滿 那向下填滿是這個 AutoFill 所以你空點快速點兩下的話 它錄下來就這一行 然後會有一個Distination B2一直到O的151 那實際上最後會多這一行 什麼什麼Range 其實這一行刪掉應該是不影響 因為你最後不需要選取 好 那所以請各位試著把那個聚齊錄下來 那待會的話 其實我是比較想說 這個地方我們如果說不要是用錄製的 自己寫的話當然相對會更好 那可是要怎麼樣自己寫 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錄製聚齊的部分 先做做看 那待會我們再把剛剛的這個程式再改成VBA看看 還是參考一下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頁 這邊 接下來的本來是註解 各位上註解 註解可以打 好的每個 1 2 2 這個Massure 再上去 也再交 把聚集兩個小量 然後呢 把它裝 如果我VBA 這邊有個把它在 复後 BA 其實 有一個事項 的誠實話 我們前面交過輸出 到盒裡面 不過會有問題 它只要像剛剛 我可以快公式的儲存 可以寫 當然 2 4 i 是 日子的埋列 然後這邊 開始你可以試著練 別開 假設要知道 應該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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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那個 我們可以用up好了 調查就加 一起兩個 我會選量為i 1 2 1 如果要的話 sales 挖回哪一輪 輸出 然後 等以後 後來把公式就可以了 我們清除這個來 公式 怎麼去 有一個部分哪裡 先判斷標先 再看到 變B 所以變更的I 所以其實 變更的I 所以想取消 再貼到這個公式 這個立法I就可以改 然後移到中間 and 移到I 也就是I這個四串 我們完成它支線 到VBA 然後把它下線 這個部分 來了 這一個方法 你可以這樣 enter 再複製 你這邊 改列 ok 公式 一樣 從裡面 其實它變多 C3 你把這個 取在體 哪裡 C跟上面 拿上雙引號 貼到2 把它蓋 所以執行 C C 如果這方法 再是畫藍的話 你可以 C 的方式 那貼之後 把它改成 就ok 可是問題 總共 如果說 不想 用什麼 這邊就什麼藍 不是說你B 什麼藍內術寫度更高 這個先D 先你 考慮那個 需要第二個問 藍B 改成D 總共你會 放上公式的 有沒有 D D 那它當時 換整個的公式 可以 那就ok 那關於 那不然就 會這樣 輸入後 我們還沒有 接著後面的統計 所以把這個等起來 然後上課的話 去做 先單元 用交出一次上課 給我 想 好 一些 小人 rend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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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